乌克兰小伙 感谢孙星敏拔北祖宗 亚洲之光 孙星敏的落场就一 什么价格 现在为什么市场上很少见到呢 故事还要从19年那个客场说起 19年热刺欧冠 客场对拜人在德国的酒店里 孙星敏一下子被一个乌克兰小伙 抱了大腿 这个乌克兰小伙 一把鼻涕一把泪一说 我是你三十年球迷 孙星敏奸喧 我才出了几年呢 你是我三十年球迷 然后那个球迷说 我关注你也关注你哥哥 不过你吹出来了 我更喜欢你 一顿花言笑语 把孙星敏骗得团团乱 然后孙星敏说 你这么喜欢我 我给你一个签名吧 那个乌克兰小伙接受要求 我不要你的签名 明天你踢半人的时候 能拿落场球衣给我 现在科普下 什么是落场球衣 就是球员在比赛中穿的球衣 然后下来呢 直接给别人 或者自己留着纪念 这样的球衣呢 叫落场球衣 孙星敏听完之后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 然后 那个球迷非常高兴的 离开了 第二年的比赛 这次呢 输给了半人 孙星敏心情不好 但是他依然遵守诺言 在酒店里等待着乌克兰球衣 乌克兰的小伙来了 然后把球衣拿到车 说我感谢你八倍祖宗 孙星敏 太谢谢你了 然后悄然离开 但让孙星敏没想到的是 这下球衣第二天就出现在了英国一倍上 标价3000英镑 折合人民币 27000人民币 这个所谓 孙星敏 铁杆粉丝的乌克兰妖狩 其实他的真正身份 就是一个球衣犯吧 因为落场球衣 有着高额的价值 所以到处骗取 不择手段的 拿到球员的球衣进行拍卖 从中不得暴力 这是欧洲一线球星 必须上的一课 后来孙星敏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在市面上就还少见到他的落场球衣了 那么问题来了 梅西和斯伊罗 在同一场比赛中 他俩的落场球衣 谁更值钱呢 又价值几何呢 有知道的朋友请在评论区留言 谢谢